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梵高作為十九世紀荷蘭偉大的後印象派畫家 他的星空和向日葵兩幅作品都是為公眾所熟悉 而一個名為想像梵高 Imagine梵高 the Immersive Exhibition 大型沉浸式梵高藝術展 終於在明天要展開 展覽會將梵高的原始畫作進行擴大和分散 投影成為不同的形態 來加強梵高作品 令人著迷的誇張和變形創作 而這次亦無疑是一場極具視覺震撼力的展覽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當我們走入25,000平方英尺的溫哥華會議中心 兩百多幅精心挑選的梵高畫作 以大型船幻投影兒的形式 一默默地呈現入我們的眼念 沉浸式的展廳 隨著一幅幅畫作 搬著優美的背景音樂 彷彿帶著我們走入屬於梵高的愛心世界 這就是像在生活一極的正確的夢想 或是一極的紫幻的旅程 你來進去 你忘記了疫情 你忘記了問題 你忘記了問題 你花半小時的時間 去夢想 你不會忘記了 因為這是完美的事 這個來自梵高的一場夢境 又如何可以少得它最著名的作品 星空和向日葵呢 而這一幕最為人熟悉的畫面 隨隨升起的時候 雖然帶著不一樣的感受 但卻是同樣的安靜和長和 星空和向日葵到全球 人們感受到四角的 ii 在空間裡在空間裡 帥國的空間裡 當天空和暴露天 我看到人們在空氣 是像 在人們在空氣 生氣 對為大風氣 在空氣 我相信 一都在風氣 那是你感受的 因為若你去夢想 在教室中 Paul 表示 所以大家生活節奏過得很快 有時都背負著沉重的負擔 希望這個大型的沉浸式展覽 能夠讓大家停下腳步放空思緒 今晚的休閒活動展覽就講到這裡